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同比下降0.7% 贸易顺差983 3亿元 同比下降80.6% 其中3月份外贸净出口2 45万亿元 同比下降0.8% 降幅较一至二月收窄发7个百分点 出口129万亿元 下降3 500分号 进口1 1 6万亿元 增长2 400分号 国家层面 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一季度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9913 4亿元 增长6 100分号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 100分号 对欧盟进出口8 759 3亿元 下降10.4% 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6 印尼满邦卡尔狗完成3 100万美元A轮融资 印尼满邦卡尔狗完成了3 1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这轮融资由硅谷Tenaya Capital领头 红杉印度 Interdo Ventures Coca-Cola Amateur Agaeti Convergence Ventures Altaglobal Mira Asset Venture Investment 参投同时 卡尔狗也完成了来自东南亚地区金融合作伙伴的债权融资 此前公司曾经完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种资轮之一 去年3月 红杉印度领头卡尔狗760万美元种资轮融资 其他投资方包括Uber创始人Travis Klenick 创立的10100 Fund Agaeti Ventures 其GP盘度Straer身兼GoJack 董事会成员和资产管理公司 Indies Capital Partners的MD 新加坡PE公司North Star Group的联合创始人 Patrick Wallujo 印尼VC机构Interdo Ventures 真格基金 ATM Capital和Innovambrian Capital Cargo定位印尼满邦 是一家物流撮合平台 具体来说 平台通过撮合中小车队 个人司机的运力 服务几类客户 FMCG等大公司 3PL以及中小企业货主 据创始人方盈Tiger Fan介绍 Cargo目前聚合了约5万辆车 服务覆盖印尼全境 7Ebay公布美国站点热销产品 拼湖玩具增长了1395% 近日Ebay向外公布了疫情期间 美国站点的热销产品 涉及居家办公 美容美发 DIY手工 家装家居 娱乐 健身六大品类 其中居家办公用品中 网络摄像头 电脑屏幕和支架 移动无线热点设备和路由器的销量增长 排名前三 相比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了1000% 140% 100% 美容美发品类中 闪发剂销量增长了155% 美甲护理增长255% 理发器增长215% 设计DIY的产品中 家用酿酒器销量增长了125% 蜡烛及香皂制作套装增长55% 美术用品增长40% 针线 裁缝DIY用品增长40% 此外做原意也是疫情期间宅家时期很多美国人选择的消遣 EVA数据显示美国站点庭院栅栏销量增长了55% 生长灯增长45% 植物土壤及护理产品增长45% 而家居家装品类中粉刷用具及设备增长145% 空调设备及配件增长140% 厨房储物家居收纳用品增长70% 娱乐产品增长尤其迅速 其中拼图增长了1395% 虚拟现实头戴显示设备增长了765% 乒乓球和球拍增长了280% 儿童手工艺材料包增长220% 其类游戏增长了105% 乐高积木增长100% 神奇宝贝卡片增长90% 书籍增长80% 火车模型及其套件增长30% 游戏机连接线转换器控制器耳机电子游戏等电子游戏设备分别增长了365% 110% 135% 160% 70% 最后 健身相关用品中 力量训练器材增长了854% 瑜伽和普拉提用品增长284% 健身设备增长273% 高尔夫训练辅助器增长232% 有氧运动器材增长221% 运动蹦床增长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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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森肯定提供 骨头 uno 要